华为迎来重大利好 英国政府得出结论 可以在使用华为装置的5G网络 同时控制安全风险 金融时报报道指出 这是对美国企图说服盟友禁止中国电信装置供应商 参与建设高速电信网络的沉重打击 虽然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官方宣告 但金融时报称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 NCFC已经得出结论 即在未来5G网络中 使用华为装置的风险是可控的 在此之前 美国开展了一场规模浩大的的全球行动 通过游说甚至带有威胁性的暗示 说服其盟友禁止华为参加下一代网络建设 在2018年 澳大利亚和纽西兰 先后选择了跟随美国的步调 禁用华为参与本国5G建设 纽西兰媒体在得知英国给华为5G开绿灯后 发表评论文章批评政府纽西兰 很可能在华为事件上网作小人了 纽西兰先驱报中文网称 目前为止 纽西兰总理没有透露 在华为问题上是否有收到来自中国外交途径的抗议 纽西兰政府通讯安全预讯 会对两国外交关系造成影响 并坚称纽西兰不会受到其他国家的影响 被逼作出决定 Andre Little再次否认纽西兰对华为颁发5G禁令 他说GCSB只是根据电信公司的网络升级方案做购案审查 报道认为 纽西兰电信运营商Spark迎来了新的希望 因为在去年11月底 纽西兰政府通讯安全预讯 GCSB以国家安全为由 否决了Spark关于使用华为5G网络的方案 报道中提及 Spark的发言人Andre Pree表示 公司正在寻求关于英国事态发展的更多资讯 并正在重审其战略 但仍然希望GCSB能够给修改后的华为方案开绿灯 Andre Little表示 如果技术调整达到安全标准 修改后的Spark华为5G方案完全有可能获得批准 这意味着在没有任何政策变化的情况下 华为在纽西兰地前途出现峰回路转 近日 华为在纽西兰的态度变得强硬 释出广告嘲讽纽西兰政府 此举也引发了全球对纽西兰和华为的关注 纽西兰先驱报中文网称指出 英国对华为开绿灯 对纽西兰总理阿德恩来说 则是新的麻烦 有分析指出 纽西兰如果想要赢回中国消费者和华为 将面临一场巨大挑战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